你们这种暴力主义者 对于炸这个字背后的精彩的解读 这么的无知吗 炸一定要用炸弹炸吗 我告诉你炸叫做意见评论之炸 coco姐的炸是优雅的炸 coco姐的炸是爱马仕级的炸 不是你们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那么低落的炸 至于那个肌肉男 他说什么炸中央党部 叫我去炸 你们这种暴力主义者 对于炸这个字 背后的精彩的解读 这么的无知吗 炸一定要用炸弹炸吗 不能用广播节目炸吗 不能用放言的这个文章炸吗 不能用一本书炸吗 不能用评论炸吗 这叫做意见的炸 评论的炸耶 哎哟可怜啊 那个被改名叫做房长的 那个陈之汉先生 真幼稚啊 还去拜托警证署来查我 我告诉你炸 叫做意见评论之炸 抠抠姐的炸是优雅的炸 抠抠姐的炸是爱马仕级的炸 不是你们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么低落的炸 那个那陈之汉 每天跟那个那些人来往 什么心高的那些低端的人来往 所以呢 你的思维是低端的 本人的思维是抽象高级的 所以这个什么台北市警察局的 什么分局啊 你们也都省省吧 至于最近有人在跟那个 那个什么房长来往的人 告诉你列入黑名单 再说一次 你们民进党人自己知道了 民进党再说哦 你们任何人再去蹭他 任何一个民进党的人蹭他 告诉你 就列入我的黑名单 而且列入我追杀这个炸的对象 那至于其他的人 其中有一个人 前几天还在蹭他 从现在起列入我的黑名单 那个人是谁 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们脸书有人留 我再讲一次哦 你如果再继续这样子 我到台中去罢免你